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是選舉委員會分組界別選舉的投票日 不知道大家在各區看到有些 好不好氣氛呢 當然 你問我或者問問自己 跟你有沒有關係呢 沒有關係因為你沒有票 全香港市民幾乎都沒有票 只有4800人有票可以投票 750萬人有4800人有這個特權可以選出 1500個選委出來 這個選委是很厲害的大家知道很重要 除了他可以 做立法會議員之外的部分 都可以做提名 要去篩選包括立法會的 參選人包括特首的參選人很大權力 全港得4800人可以投票 不過警方非常高調 就說要動用5000到6000的警力 在全港的範圍裏面巡落 確保這次選舉 順利安全地進行 4800人有份投票 警察出了5000到6000人 即是說超過一個人 盯一個人 都夠了 究竟 為何要如此如臨大敵 林鄭就今天去 見到記者 去這個會展 去這個票站 問為何要動用5000到6000的警力 在高危地點作高姿態的巡邏和搜查 警察的人數比合資格的選民民要多 林鄭在巡視 票站的時候 她認同有關的部署 因為有可能有潛伏的暴亂分子和暴力出現 其實這個對我來說一些都不會有意外 因為全世界獨裁威權的國家都是這樣的 為了去合理化 用這個國家的暴力手段 政府的暴力手段 去鎮壓人民 一定是要將那個 處境 說到有那麼多人害怕 甚至有些國家 在這些事件發生前夕 突然爆發幾宗事件出來 什麼爆炸 藏有槍械 破壞公共的設施 然後就合理化 在全港的全社會範圍裡面 用警察五步一綱 十步一個警察 一直看著 將那個 人民的權力 人民的權力 全面收緊 他一定是要 形容到有那麼恐怖得那麼恐怖 那麼 這個警務處長 我想今天用這一節去說 這班政府官員出來 合理化這件事和這個小圈子選舉 怎樣看 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是很好笑的 譬如這個警務處長蘇貞儀 他就說 安排五千的警力是否合適 是否過分 是否過渡 多謝 他說我想那麼多警力 我們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希望大家安全 包括各位記者都安全 然後就 沒有回答任何問題 為何要動用那麼多警力 林鄭覺得這個暴力有暴戀分子出現 因為 韓正 主管香港政策的韓正 看到林鄭 不單是最近這一次 以前也是 要確保 三個選舉 安全地 進行 他的說法就是辦好這三個選舉 包括選舉委員會的分組界別選舉 包括立法會選舉 包括特首選舉 我現在交個任務給你 你不能出任何差錯 當然 在選舉時候不能出差錯 選舉結果都不能出差錯 大家也知道 未有結果 中共要求的選舉 未選之前已經要知道結果 現在做的小圈子選舉 完善選舉機制 篩選候選人都是確保 辦好這幾個選舉 不要令中央嚇一跳 結果 辦好他 現在第一步就是 要辦好選舉委員會選舉 於是就用5000 到6000的警力 比這個選民的人數還要多 世界上哪有那麼荒謬的東西 曾國衛 政治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去回應記者的提問 上屆的選委會選舉的選民機率有25萬人 都是小圈子的了 750萬人 有25萬人 這個 選民 25萬減到 現在減到多少呢 大概有份投票 只有4000多人 因為有很多不需要競爭 所以不需要投票 如果說過選民機率就去到8000的 不過有些不需要競爭 不需要投票 那麼就問他 那是不是小圈子呀 曾國衛很厲害 接受專訪放兩張習近平的照片 那些 碟 那些 彩色的照片 他說我完全不贊成這次是小圈子選舉 他說完善了這個選舉制度之後呢 選委的人數1200人 猛增到1500人猛增我家 界別分組增加到40個 同鄉會啦基層社團啦全國團體代表 完善了選委會本來的均衡參與和港版代表性 目前的選委會各個界別 可能說是香港可以說是香港的縮影來的代表著各行光業 各個範疇小圈子的說法 是不成立的 香港的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是怎樣呢 港式的民主制度其實就是中式民主制度 他說不是一定要追求人數多的 或者競爭激烈的 只要能夠實現愛國者治港的話就可以對香港未來有幫助的了 才是適合香港的優質的民主制度 就是天下間的歪理呢 就集中在曾國衛的身上說的話 是不是 不是一定要追求人數多的 是 一個人就行了 最優質的民主制度就是一人一票 一個人 勝習那個 投一票就決定誰做特首 最優質啦這個 是不是 不需要激烈競爭的一個候選人 或者是 等額的選舉 不需要競爭 最優質就是這樣 大家內部談完之後出來 就是這幾個做 就是這幾個做 投什麼票 多差餘 是不是 有廣泛的表情 由1200人增加到1500人 分組界面去到40個 有同鄉會 基層 全國團體代表 都是均衡參與 有沒有那麼歪理 曾局長 你不要當香港市民全都是白癡 不識字 才是文盲 我問一下馮華 這個選舉委員會的 選管委員會的主席 喂 警察比選民更多 有沒有什麼必要 是吧 公眾印象今次的選舉很緊張 很肅殺 還是一個開放公平的社會呢 這個選舉呢 馮華就是這樣說的 雖然選舉選民基礎有變 職能力不重要 包括提名選舉特首 部分立法會議員 至於保安問題 以往投票站也有警權維持秩序 有快速應變部隊 可能以往多了票站 大家未必這麼覺得 警方一直都對選舉秩序 出了很大的努力 對於今天的實際警力安排 我就不太清楚 就不太清楚 OK 這是法官來的 馮華 好了 一個當然的選委 王玉山 是 基本法的選舉委員會的委員 人大代表 他沒有分投票 他說來看看 以示對今次選舉的支持 王玉山 大家知道一直都是左派 好像做過公開大學的 校長 現在不是 他說 關心今次選舉 表示對這個選舉的支持 他很開心看到香港能夠完善選舉制度 新制度堵塞以前的漏洞 可以選出真正的愛國愛港的人 擁護憲法基本法的人 擔任香港立法會議員 選特首 林玉山以前是高等教育界的選民 選舉改制之後高教育界和教育界合併 個人票就變成團體票 他就沒有分投票 你是不是覺得代表性減低了 選民的機制有很多種 團體背後有很多會員 幾百個幾千個 幾萬個都是會員 所以相信 由團體代表的代表性都是很強的選舉辦法 今屆的選舉不是不激烈 我想不是投票不激烈 今次的選舉代表性是很廣泛的 今屆的選舉 增加到一千五百人 界別由四個增加五個 代表性比以前增加了很多 你聽完之後是不是想死呢 你覺得這個感覺 現在是歪理當道 每一個官員也好 這些權貴也好 人大代表 自由訪問出來講公開的言論的時候 不用眨眼 面不紅 心不跳 就是講一大串的東西出來 1200人增加到1500人 團體多了很多 又有基層 全國的代表 代表性 均衡參與 比以前更加強 不是人數多 就等於 有競爭激烈就等於好 最重要是軍人 軍行參與 這是 中國式的謊言 大家聽一聽就可能會習慣 甚至可能會相信 會不會是這樣 我就覺得很難受 我們在外面 全世界不是這樣的 全世界都覺得 每一個人 生而平等 成年之後 你應該有同等的權利 無論你是膚色 種族 宗教教教育程度 你說的語言 都是平等的 你不識字 你都是有權去投票的 去選到 選你 心目中 心儀的 這個候選人 做你的代表 在議會裏面 發言 或者是做這個執政 譬如總統也好 什麼都好 現在特首也好 每個人生而平等 為何有些人 比其他人更平等 為何有這個特權 出來說 不是 不是小圈子 比以前更加大 1200人增加到1500人 界別多了 你可以夠膽 出來公開說這些歪理 有一個插曲 在西九那個戲曲的中心 那裏有些阿婆和阿伯在排隊 那些記者就問他 我不是來投票 我來拿票 拿氣票 大氣的氣票 我們沒有分頭 這個我覺得也挺諷刺的 這個《立場新聞》也訪問了一位 有份投票 我認為是特權中的特權階級 有份投票是做幼稚園校長的 太太張先生就陪這個太太 張太就去灣仔會議中心投票 太太就說 我做校長不是很懂政治的 不過校監說要投 那我就投了 不要管了要投了 不投有機會影響學校 就是這樣 究竟投來做什麼呢 大家都不可能 這個小圈主大家玩得很興奮 很開心 但是投來做什麼 在全面的 這個 肅殺的氣氛底下 這一班小圈子的朋友 慶高采烈地 喜氣洋洋地 去投票選 1500個選舉出來 這個選舉 和絕大部分香港市民 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 對於香港整個 政策 整個政制的影響是很大 他可以選立法會議員 他可以選特首 可以篩選候選人 但是和香港市民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想問大家 這個選舉 這個選委會 1500人有代表性嗎 以前還有20多萬的選民基礎 有些民主派可以參與 還要說什麼民主300家 希望可以 那些候選人包括林鄭在來當年 是和民主派 的選委去拜票 去解釋政策 今天 什麼都不用做了 堵塞了漏洞之後 什麼都沒有了 你說這個選舉 有沒有廣泛的代表性 代不代表你各下 大家會不會有興趣 看這個片的人都沒有興趣了 不要說投票 因為跟你和關係 看這個片又不用錢 又可以聽聽聽我的分析 都沒有興趣 一聽到選委會三個字 大家也受不了 可能不會打開來看 不過 票房獨約我都要說 因為大家知道我是一個評論人 我不會純粹說一些耸人聽聞的標題 勾問大家 然後click進去 動幾十萬人看 我不是那種人 重要的我們都會說 荒謬的我們都會說 看完之後大家都很沉重 我們都要說 因為 無論你是 在香港也好 只要你 繼續關心香港 你都要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 這是堅持的 一個做法 票房是怎樣 多不多人看 這個對我來說不是最重要 暫時經到這裡 支持我patreon 支持我心靜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拜拜 早前我在這裡向大家介紹這個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譬如如果大家有看這個Netflix的話 有些片 只是美國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 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 播出的一些 電影或者電視劇集 又例如 如果你在網上 買一些貨品 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Nord VPN 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 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個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現在訂了Nord VPN 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優惠碼 SAM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 是三個七毫一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個大小 六個設備 可以一起上網 幾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 C củaSAMNG 我以為是 C củaSAMNG